這是什麼? 這是可以幫你救資料的耶 這個是可以幫你救資料的 感覺不錯,我可以來試試看 好啦,今天我們要來開箱兩張來自偷緒吧的記憶卡 第一張是比較小張的X-Serial M303 它是一張MicroSD卡,下面是它的轉接卡 它的寫入速度可以到65MB 那它的容量是128GB 然後這邊有一個Toshiba的防衛雷射標籤 好,那我們等一下就把它拆開 那我們再看另外一張 另外一張這個是...也是頭緒吧的 它是X-Serial Pro的N401 這是一張SD卡 那它的容量是128GB 寫入速度可以到75MB 然後這邊一樣有雷射防衛標籤 那我們現在就拿箱刀把它拆開囉 好,先來拿開小的這一張好了 這邊有個蓄線,然後...把它擠下去 另外一個也是 先放旁邊 我從這邊打開 我從這邊打開 啊,袋索泡不太好開 OK,抽出來了 另外一個 好,兩個都拿出來了 這邊有一個... 注意事項喔 不要...不要弄丟這個 然後免費的下載 這邊有個序號 好,那我先把它拿起來 這是...這是什麼? 喔,這是可以幫你... 舊資料的耶 這個是可以幫你舊資料的 感覺不錯,可以來試試看 好,然後... 這個機... 這個... 這個...還要測重量嗎? 好,等一下來測一下好不好 這邊... 可以看到它寫... Made in Japan 然後正面是這樣子 好 然後另外一張 把我做閉箱 剛剛那時候它真的太難開了 直接開大學吧 見 欸,還是打不開 太小看了 好吧 這個包裝不是設計給戴手套開的 咦,不要撿到喔 咦,我沒撿到喔 好,OK 另外一個 OK 這樣就... 出來了 三張 然後這個的轉接 剩下的,先手旁邊 好,我們來測一下重量 重量的部分 最小張的 Micro SD卡 重量是 0.2公克 0.2公克 然後... 轉卡 轉接卡 重量是 1.5公克 1.5公克 然後這一張是 N401 N401的重量是 1.8公克 Pushbar的 M303 Micro SD卡 寬度是 11.01mm 超重的 長度的話是 15.04mm 厚度 厚度是0.73mm 然后这个 比较厚的地方 是0.96mm 然后 N401这张记忆卡 它的宽度 宽度是24mm 长度是 31.98mm 厚度 厚度是2.15mm 今天的开箱就到这边啦 或许没意外的话 也会和大家聊聊使用的心得和感想 我们不定期在YouTube抽奖 敬请期待 邀请您按赞订阅分享 来支持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